以西节书 第25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雅门人说预言 攻击他们 说 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圣所被亵渎 以色列地变荒凉 犹大家被掳掠那时 你便因这些事说 阿哈 所以我必将你的地 交给东方人为业 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宁居住 吃你的果子 喝你的奶 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 使雅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拍手顿足 以满心的恨物 向以色列地欢喜 所以我伸手攻击你 将你交给列国作为乳物 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 使你从万国中败亡 我必除灭你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摩押和希尔人说 看啊 由大家与列国无异 所以我要破开摩押边界上的诚意 就是摩押人 看为本国之荣耀的伯耶西末 巴利免 激烈亭 好使东方人来攻击雅门人 我必将雅门人之地交给他们为业 使雅门人在列国中不再被纪念 我必向摩押施行审判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为乙东报仇雪恨 攻击犹大家 向他们报仇大大有罪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伸手攻击乙东 减除人与牲畜 使乙东从提曼起 人必倒在刀下 地要变为荒凉 直到底弹 我必借我民以色列的手 报复乙东 色列民必照我的怒气 按我的愤怒 在乙东施报 乙东人就知道是我施报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非利式人向犹大人报仇 就是以恨恶的心 报仇雪恨 勇怀仇恨 要毁灭他们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伸手攻击非利式人 减除基利提人 灭绝沿海剩下的居民 我向他们大师报应 发怒斥责他们 我报复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